好了,你現在聽的當然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一下在歐洲出現的美麗風景線 最新的美麗風景線就是在法國那裡 法國的農夫說了,他們會繼續示威 他們的示威就不是示威那麼簡單 他們有攔住高速公路等等 還有法國的農夫準備了一些很棒的東西 就是玩屎 好像肥媽那樣,好玩不玩就玩屎 他們更厲害得是噴屎 因為法國的農夫去到巴黎示威就是噴屎 我看到這條視頻就很好笑 把屎製造成液體,應該是牛屎來的 沒有手估計,應該是牛屎來的 然後就噴在巴黎那裡噴 為什麼那些農夫會這麼生氣?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歐盟 現在歐盟簽了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就跟Mercosur 就一起去 包括了南美洲那些 自由貿易,包括農產品 這個是很糟糕的 拉丁美洲那些農產品都會運到法國 以及德國,整個歐洲都會有拉丁美洲的農產品運過去 為什麼那些農夫會這麼生氣呢? 就是因為大家的生產成本是不同的 他們法國農夫的生產成本是高過拉丁美洲的人很多的 這個絕對是一定是的 但是為什麼歐洲政府的要員 他們一定急著要簽這些自貿協定呢? 其實就是因為通脹壓力 現在歐洲其實也是在面對通脹壓力 現在就是想著犧牲農夫的利益 犧牲部分農夫的利益 也不是全部的,犧牲部分農夫的利益 這樣就可以讓他們整體整個歐盟的通脹壓力減少 那些農夫當然是不肯製造的 農夫很害怕 其實那些示威就不僅僅在法國有 不過法國人呢 他們示威的熱情 一直都是歐洲裡面最強的 他們很快就燒車輪胎了 他們真的很快就噴屎 風倒露那些,法國是這麼厲害的 那麼德國人也有做這些示威 荷蘭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 全部都有做這些示威 過去幾個星期都是有這些示威的 因為現在 歐盟之後會有選舉 應該沒有搞錯,就是6月的時候 他們就會再選歐洲議會的議員 那麼歐洲議會那裡呢 現在看起來就是那些極右會得勢的 現在看著民調那些全部都是極右會得勢的 之前在德國還誇張 就問了一些普通德國人 究竟AFD這個黨 AFD這個黨就是... 你可以說它跟納粹是差不多的黨 就是它們的右翼程度 是可以跟納粹是類似的 它的黨為什麼叫AFD呢? 它就是... 英文就叫Alternative for Germany 那麼Germany的德文就是Deutschland 它就是... 德文也是Alternative for Deutschland 所以叫AFD 那麼這個黨呢... 當然它是極右的 但是現在有... 這是民意調查來的 這是在網上做的民意調查 有八成的... 德國人呢 它說如果... 這個... Alternative for Deutschland 這個...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 Javid的話呢 他們的生活會過得好一點 有八成的人是這樣認為 那麼這就糟糕了 就是現在這些呢 其實... 以嚴格來說 可以... 跟納粹是跟納粹是類似的 他們那些是 這個政黨是很瘋的 有八成的人竟然說 比他... 這個AFD做 德國會更加好 那麼這個你從側面去看 你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從側面去看 這個地方呢 我的看法 就是... 你從側面去看 就是... 現在在德國拿FID的人 是造成很大的民怨 就是... 跟納粹黨一模一樣的黨出來 都沒有所謂的了 現在他們的態度是這麼模一樣的 那麼... 這些美麗的風景線 那麼... 什麼時候會停 因為我講過實情 這些美麗的風景線 有牌都不會停的了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但是... 起碼... 會去到六月 去到六月他們選舉完之後 這些美麗風景線才會完結 為什麼會有這些美麗風景線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那些政客煽動一些事情出來 煽動一些人出來 你投給我 幫你搞定 什麼都可以搞定的 那麼... 其實那些政筋當然是騙人 其實那些政筋是 就是他們... 他們坐了... 不好意思啊 可能現在... 網絡可能有些問題 那麼... 那麼...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講他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Youtube 他說了他還沒收到足以為此 串流暢順的影片內容 那麼有些觀眾可能會進入緩衝處理 這個說句不好意思啊 如果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講他非常抱歉 而且我的電腦好像都已經... 有點過熱了 因為今天... 我這裡其實... 溫度也比較高 我又沒有開冷氣 Terry Jo就問了一個問題 納粹會不會在歐洲抬頭 其實他們的右翼極端政黨呢 是很多都會抬頭的 就是... 我認為今次歐洲議會選舉 那些極右的那些人是會贏很多票的 因為大家對現在的生活不好呢 很多人都是弱石亂頭的 就是... 生活不好 很多時候就會被人煽動到 其實香港19年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就是我認為19年的時候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 有些人生活不好 有一部分人看不到未來 看不到前景 那麼他看不到前景 看不到未來 或者看到... 咦? 你的政策是故意欺負我的 這些政策是欺負我的 大家跟... 拉丁美洲那邊簽自由貿易協定 首當其衝拿東西的 那當然是... 一些農夫 這個是首當其衝拿東西的 還有... 拉丁美洲有些東西 賣得比法國便宜很多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紅酒、白酒那些 智利紅酒、白酒 其實質量不會比法國差 但是他便宜一百塊 那好了 那如果你自由貿易的話 那法國... 做葡萄園那些人 他們是... 是死硬的 所以他們出來... 示威也好 暴動也好 根本很正常 還有法國人 根本是有示威很快暴動的傳統 他們是很棒的 這件事情是很棒的 如果你說是很棒的 他們就是很棒的 他們是很快出來的 那...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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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歐洲... 他... 到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轉去右翼 我覺得... 他們有些國家是肯定會的 德國我認為也會的 尤其是是... AFD 這個... Alternative for Deutschland 這個政黨 他應該是會大勝的 因為... 一般人已經開始過得不好 就是... 一般人過得不好 他們很容易... 就是... 趨向一個叫民粹主義 那你說... 現在香港是否會... 那些人過得不好 都會趨向很民粹 有可能的 我也說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些... 但是很可能會有這樣的 如果有人煽動就很麻煩 你看到現在有什麼人在搞煽動呢 就是症棍 其實... 症棍是很差的 其實他... 還要煽動是什麼呢? 煽動一些人 把這個... 苗頭... 對準真的在前線做事的人 那些人 其實在前線做事的人很慘 我也說過實情 上面有命令 他只要做的 根本... 做前線的人 有些人都不想做現在做的事情 我的理解就是... 根本有些事情... 心裡面有一把尺 都會覺得這樣做也是不對的 包括... 抄牌的那些警察 其實你覺得警察很喜歡抄牌嗎? 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 有... 就是... 一個... 信念 想去當警察的人 有信念 有理想的人去當警察 他絕對不想做抄牌的這些工作 因為我講過實情 去抄牌的那些有什麼用呢? 又不是隨暴安良什麼都不是 尤其是... 基層的人 大家互相照顧 警察或者一些咖啡妹 去抄牌 抄一些又是基層的人 你以為大家是好過嗎? 其實一點都不好過 不過有些人就是這樣搞的 那... 就說看不到未來是因為他們悲觀而已 但不是啊 你的政策出來 其實他們看得到的那些農夫 那些政策是針對我們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政府的政策 你不可以經常針對中下層的人 你經常針對老實人 他們發起瘋子上來 你壓不下去的 而且... 說真的 你做一些政策 真的是... 去搞中下層的嘛 譬如輸入外勞的那些 很明顯是搞中下層的 垃圾徵費的那些 結果也是搞到中下層的人 還有... 在社會上正正經經打工 就是做物館的人 很多都是中下層的人而已 只有兩萬多元的薪金而已 最多都是三萬左右而已 這些是社會上的中下層的人而已 你做很多政策出來是搞他們的嘛 現在很多人都看到是這樣的 或者做穩定車司機也是中下層來的 老實說 你去做... 駕駛貨車 然後有人跟車的那些 又是三萬左右 兩三萬左右 又是中下層的人 你做什麼政策都是搞中下層的 怎麼算是對的呢? 說真的,這些真的是不算是對的 這些是... 還有... 那些人看到你選擇性執法的 就是... 整身公仔的人 你不敢去執法的 那些食環是... 那些人是看到這些的 就是你整身公仔的人 他不會去執法的 現實就是... 接著看到別人有把掃把 放在街上... 下次... 我先問准了一些... 朋友 我先問准了一些網友 可不可以放一條視頻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放一條 因為真的有食環人 在街上問 那些掃把是誰的 明明那條街就是... 那條街就是... 那條街就是那些... 很闊的那些... 好像後巷那樣的 但是是走人走的 本來就是那些店鋪 大家自己的掃把放在那裡 就是清潔那條街的 讓那條街更乾淨 讓那些人走得舒服 他們做生意也更好 結果有食環的人 就四處問那些掃把 是誰的 要控告那些掃把 其實一把掃把可以阻掃的 其實是... 是這麼瘋狂的 其實是... Karen Cairn 也感謝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Livio Lee說 遲些加上... 煙碎 民怨更厲害 又是以為市民健康理由 去加稅 這麼偉大 就不如直接當作毒品 按了它 有些事情 我的看法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 煙碎 加煙碎這件事情 大勢所趨 但是呢 這又有一個問題就是 內地跟香港聯繫 很密切 內地的煙是便宜很多 你知道嗎? 還有一些情況就是... 喂... 索性吃... 國內品牌的煙 很便宜的 什麼... 大前門6元包 來到最後 你可以帶19支回來 在內地 放一飛 然後回來 如果這些人是壓縮消費 壓縮成這樣呢? 我告訴你 就是... 香港... 香港真的沒有運行 有些事情 其實... 在香港繼續加稅 已經沒有用了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其實那個塑膠 沒有膠用的那件事情 其實已經看到了 很多人可以上內地做的 那些事情 上內地買就可以了 哦... 一支煙都不准帶 隨身一支煙都不准帶 其實跟人權問題有關係 隨身一支煙都不准帶 我一定要先捍衛吃煙的人的利益 我自己說不吃煙的 但是... 就是這麼說 那些煙民的生活空間 已經被人壓縮得很厲害了 在香港 接著... 你還說 不能帶煙 就是... 19支都不准帶 那是說不通的 老實說 這是我的看法 19支煙都不准帶的話 就是說不通的 因為... 煙民當然是有包煙磅在身上的 一天吃一包 就算在香港買完包衣 上大陸 下回來 他也有一些煙在手 是不是 沒有理由 現在說加煙稅 還有些人說要... 連19支都要禁帶 有些人這樣說 這樣是不行的 雖然我也不喜歡人家吃煙 我也說 但是... 人家有自由 去選擇吃煙 就不要給他吃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麼... 講到這裡 其實就算了 喏 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講講其他話題了 休息一會兒 我記得 請... 這就是 有些人 在這裡 有些人 都會 有些人 在這裡 有些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